放下所有纷争 兄弟俩并肩出席母亲戴妃的雕像节目仪式 两人脸上重现笑容 哈利似乎心情不错 在揭开布幕前还搞笑比动作 相比起来哥哥威廉却显得比较严肃 揭开神秘面纱后 哈利还主动走向威廉 两人看着母亲的雕像短暂交谈 气氛似乎轻松自在 但王室专家直言整场仪式看到的就是他们的专业 公开亮相不露身色摆出专业王室笑容 威廉和哈利王子筹备四年 选在戴妃60岁明诞这天 举办纪念雕像仪式 不过兄弟俩从去年1月哈梅夫妇宣布退出王室后 就几乎没有交谈 据了解雕像仪式之前 两人借着传简讯聊聊欧国碑因德大战的球赛缓解尴尬 不过仪式中却取消两人演讲的缓解只发布联合声明 这座雕像呈现戴妃与三名儿童象征戴妃是人民的王妃 将摆在肯兴顿宫的沉默花园 未来游客也能到访参观 威廉和哈利为了母亲的重大日子 愿意暂时和好亮相 但专家坦言两人分歧太深 要说重修就好恐怕还是稍嫌太早 记者综合报道